来看屏东县东港大浦湾出海口 入东时节会出现大量的鰻鱼苗 不过渔民想要补可没那么容易 还得先透过庙里来先抽签 东港跨海大桥下的出海口 渔民大速交罚放网补捞 这里每年入东时节都会涌现大量的鰻鱼鱼苗 是大家眼中的黄金水域 只是发财不是想捞就捞 在这里得由抽签来决定 由于鱼苗数量多价格好 曾经最多一天赚三四万元 大家抢破头要捕捞 只好由庙方做主 每年由厚温善委两个村庄留 报名的人才能抽签 几十年来成为东港当地的特殊传统 没抽签就不能放王捕捞 渔民乖乖遵守 三个月的捕鱼苗季节 最多可赚到两三百万 但去年善委村渔民抱怨 只赚不到十万元 看来到黄金水域发财 除了靠运气抽签 还得老天赏脸让你满载而归 终于新文章春华评论报道